欢迎来到凤凰卫视中文台台湾名嘴会的现场 我是尹乃金 香港富商黄玉坤在台湾遭歹徒绑架长达38天 台湾警方布下天罗地网运用科学办案救出了黄玉坤 据说在警方攻坚救出黄玉坤的那一刹那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台湾的警方真厉害 究竟这个故事的背后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香港富商黄玉坤曾涉及诈骗洗钱案 他保外就医到台湾接受治疗并隐居 却被歹徒强行掳走 歹徒以email提出7000万港币赎款 并要求以比特币支付 比特币是近年新兴电子货币 在台湾并不被视为有效货币 却具有高度私密性 警方并无这方面专业 据了解目前一块比特币 约等值9590元台币 因为比特币不会留下任何资料 一旦汇出就完全石沉大海 比人头户还难追 警方担心歹徒拿走钱或撕票 索性警方接货线报 并获得香港警方协助 在连日跟监后 终于逮捕嫌犯 救出伤痕累累的被害人 那我们经过38天的连续追查 分析各种监视器 行车记录等等的资料 一共拘捕了数位嫌犯 由于涉案人都没有科技背景 却要求以比特币附属 警方怀疑幕后有香港金融高层 跨海指挥歹徒绑架勒赎 将再继续深入追查 这是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 光是在台湾这次绑架黄玉坤的就有高达15人 究竟在这个背后呢 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手法 台湾警方又是如何破案的呢 我们为您来深入的探讨 问一下今天的现场来宾 非常资深的评论员王瑞德瑞德好 乃娟好 大家好 您熟悉的胡孝晨 孝晨好 我们来看一下整个的犯案过程 在这长达38天的过程里面呢 在9月20号黄玉坤被掳走 然后在10月15号的时候呢 绑匪激发了勒索的电邮 在17号他要求港币7000万 而且是要换成比特币来汇款 但是呢 家属呢在汇款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失误 所以呢 绑匪呢并没有收到这个相当于 7000万港币的比特币 然后在10月21号 23号两天呢 绑匪呢 激发了这个相关的影片 在26号的时候呢 警方逮捕了11名共犯 在27号又再逮捕三个人呢 救出了黄玉坤 所以就这个 你们的了解哦 就是警方在这样子的一个 复杂的过程里面 因为他通通透过这个电脑嘛 用email啊 然后呢 用这些抛弃式的手机 警方如何在这样子 一直缺乏断点的状况之下 能够逮人呢 对事实上这件案子在9月20号发生的时候呢 那么黄玉坤啊 其实是在出去买东西的时候 被歹徒 两个歹徒 拦下来了 歹徒已经其实已经埋伏很久了 那跟他讲话十分钟 有把半推半就的进去车子里面嘛 然后后来另外一部 两辆车上了高速公路 可是呢 那在这个移动的过程当中不断的 等于说啊 故意的深东及西 比如说到了什么地方了以后 故意下高速公路 然后再上来 然后一步往南 一步往北 甚至有一部车子呢 直接载着黄玉坤的这部车子 直接开到了台中的五七港 就是要做成一个 好像要准备偷渡出境的那个样子 然后这个案子最离谱的这个情况是 在黄玉坤被绑的三十八天里面呢 竟然有两家媒体接到了不明人士 其实就是绑匪 歹徒啊 所提供的黄玉坤在今年啊 他从香港来到台湾以后呢 今年的日常生活的状况 你知道吗 那为什么呢 歹徒就是要塑造一个就是 黄玉坤可能是因为躲在 所以制导自演这个绑架案 或者是说 他跟人家有所谓的债务纠纷了 这个现象就对了 那么因为媒体的报导 所以呢 其实警方是非常的头痛 然后警方也非常的这个慎重啊 那在很多的这个线索 中断的情况之下 我们必须这样说 这起案件警方破的是蛮漂亮的啊 我请教一下 这个之前的时候呢 媒体报导这个人在台湾 他把他当作是一个名人来台湾躲债 对 没错 可是呢 并不知道后面发生了这个绑票案 对 可是据我的了解 台湾的媒体在后来他被绑票的时候 其实是知道的 对 只是在警方的要求之下 因为考量到这个人质的安全嘛 没错 所以没有报导 那后来被绑走了之后 那在这个好像是在藏在大海里的这个线索 警方又如何掌握呢 在我们看他整个的情况 其实歹徒你说之前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有在盯着他 已经有了 我们从一个这个 现在目前所看到的一个 整个警方所收集到资料 他9月20号 他被绑之前的前三天 9月17号的时候 其实有一台宾室 已经在他的那个住的附近 一直在闹 闹的目的在做什么东西 就盯住你嘛 看看你这几天的那个作息状态 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变化 一直到后来决定要下手的时候 当时才有这个所谓的AD车牌 的这样子的一个黑色的一个轿车 在那边在埋伏的 等他一出来的时候 就把一夹就上去了 一夹这个蚂蚂 一夹夹上去之后 然后开始就不断的就是 变换车道什么东西这样 后面就看到我们这个 这个很多的一些这种 让台湾的警方匪夷所思的 办案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这个 这次的一个绑票 如果我们视为 所谓是绑票案的话 不是所谓歹徒 他们所宣称的这个 就是因为财务纠纷的问题的话 其实有传统的 但也有所谓的 新奇科技型的东西 那这两个一并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确让这个警方 在三八天的时候 他的确非常非常头痛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警方就是 先增过一个线索 一个线头 就前面的这个关键的 这个就是9月17号的 这个黑色兵士 因为他是租赁 租赁的话 你就一定要有所谓的身份证 你一定要拿出来嘛 你一定要你驾照身份证拿出来 去警示的时候 在这个情况之下 才盯到了这个线索 所以他在台湾来讲 等于是摆秘书 所以你说 虽然他是科技犯案 可是他还是留下了 很多的这个线索 包括第一个 他在这个超商附近 被掳走的时候 被监视器拍到了 对 然后呢 他坐的这个车子呢 是租赁的 所以呢 留下一些记录 但是问题是说 大家很好奇 他所有的 比如说收发 这些电子邮件等等 他都没有 都没有这个线头 我们的警方 怎么这么的厉害 可以把这从间 中间里面呢 抓出这个讯息来呢 因为事实上呢 台湾的现在有一个 所谓的自动车牌辨识系统 可以在短短的十秒钟之内呢 你在全台湾各地的这个 包括这个各式各样的高速公路啦 还有省道等等啊 我立刻可以抓到你的这个车子 在哪什么地方啊 所以能够知道整个车子的移动方向 最后的断点在什么地方 那么除此之外呢 歹徒这次呢 他知道警方会监听追踪电话 所以他不用电话联络之外呢 他用email 用gmail 然后呢 甚至于 就怕你不付钱 所以呢 再把黄玉坤呢 拍了一个 拿了一个报纸 表示我还活着啊 然后叫家人给钱等等啊 用这个gmail 用这个电子邮件 然后不用电话等等 显然他们对整个警方的 追踪流程是非常了解的啊 那除此之外呢 交互署款的方式 竟然用到比特币 比特币是一种虚拟货币 但是问题是 如果你用比特币交互的话呢 事实上在这个比特币的 这个交易平台里面呢 你很难追踪 所以现在虽然说 逮捕了15名呢 台湾的嫌犯呢 有6个人收押 可是他真正的主权 其实还在香港 真的有一只手 在幕后操控着 那目前台湾的蔡新主权 他不愿意说是谁 台湾的这些人 只是负责绑架 然后呢 再运到这个 不断的更换他 这个等于说躲藏的场所 所以包括在民宅 包括在空屋 包括到后来废弃了5年的 相关的KTV等等 但是在这些躲藏的过程当中 警方其实呢 依他们的刚刚讲的 很多的科技的方式 我可以去追踪你最后的地方 我在慢慢的锁住 慢慢的靠近 所以必须要用科技 然后也必须要动用到 所谓的传统的办案方式 才有办法把人质平安地救出来 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 已经掌握了歹徒几次 都可以把他抓起来 但是因为不确定 人质的安全的地点 所以不能打草惊蛇 我们看到他在这一次呢 整个的犯罪架构里面呢 在台湾的部分呢 有差不多15人左右 15人左右 而这里面呢 有策划组 有车辆组 有执行级看管组 还有工具组啊 据说他的分工不但很精细 而且在这个 每一个负责不同的人之间 他们彼此好像原来并不认识 是不是是不是要让他的这种不熟悉 以免产生说 因为我跟你胡孝晨我很熟 我跟这个瑞德很熟 所以我们可能在联系上面 或是警方在逮到了某一个人之后 抓到一个线头 那个人脉的架构会出来 这个叫拜所谓的犯罪累积经验所赐 包括我们的电影演的 实在是太精细了这样 所以好像这个歹徒 在整个策划过程中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到 他可以把他分工分到 他几乎都是以单线的 联络的方式 把他隔开来 你刚刚讲这个四个组 其实还有一个组叫联络组 这个联络组有没有 那个是当初警方他们 在细分了下来的时候的一些情况 那为什么会 他现在是不是这样 就是说就他这一次的犯罪来讲 台湾的部分呢 这些歹徒呢是负责执行 而在负责一些比较科技的部分呢 是由香港方面在负责 是不是这样子 应该这么来讲 就是说我们在媒体上面讲说 是属于叫做香港策划 台湾执行 这样的八个字有没有 作为一个断语 可是我认为不是这个样子 应该照理讲是香港台湾 有没有共同策划 有台湾这边有没有 来全力执行 应该是这个样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 你刚刚讲说前面的话 他歹徒只勒索了七千万 这是目前警方他们觉得 最让匪夷所思的地方 为什么 七千万港币的话才多少钱 15个人分怎么分 你知道吗 这开什么玩笑 这个感觉起来有没有 好像不够分的那个感觉 所以现在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 朝两个方向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 这是不是只有第一笔的赎金 第一笔的勒索赎金 第二个就是有没有可能是属于 这一批台湾执行的这批人呢 原本呢照理讲 应该在一个礼拜内 就要把他给做桶子 就我们讲的做渔船 就把他送出去 对 结果呢没想到有没有 撑了38天 为什么 原因的话有没有可能 就是一种黑之黑 就说我今天有没有坐地起来 反正人在我这边呢 你要钱嘛 要人 要人才有办法能够弄到钱 那我干脆直接有没有 我就跟你在那边要 另外要一笔 要一笔这样子 家属这边的话 至少我们可以赚一下 这样子 那你刚刚讲说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 现在目前为什么会 知道就是说香港这边 有没有 它可能是一个所谓的 金融的一个 从事有金融 或者是白领阶级 在后面做策划 也就是因为香港欧际 提供的一个线索 因为我们中间找到一个 这个断点中间联络的 等一下 我们要先来进一段广告 就是说到底香港方面 提供了什么样的线索 为什么会认为 跟犯罪的 金融犯罪有关 是不是因为他们在这一次呢 非常罕见的 使用了一个比特币 如果不是在这个圈子里面 非常娴熟这些操作技巧的话 为什么会提出 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呢 还有就是呢 香港呢 有一些呢 身上背有案子的人呢 现在似乎呢 把台湾当作是一个逃避天堂 真的是这样吗 进一段广告 我们待会来讨论 欢迎回到台湾名嘴会的现场 这个香港富商黄玉坤呢 在台湾绑架惊魂38天 在台湾呢 连一个地方的村长都涉入了 刚才呢孝成呢 透露就是说 在整个他被绑票的过程里面呢 香港的欧记 也就是反黑重案组 是不是 曾经透露给台湾警方 一个重要的讯息 认为说是跟什么 金融犯罪有关吗 他的讯息是什么 应该这样来讲 说他们调出了这个黄玉坤 他们在香港的一些 这种所谓炸气的这样子的一个 涉嫌炸气洗钱案的 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出来 这个资料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一个被害人 那被害人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一个关系人在那边 他把这个资料有提出去的 给这个台湾警方这边来做一些参考 所以为什么你看这次香港的警务处处 他特地来到台湾 就很重视这个案子 因为这个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在香港来讲 黄玉坤在香港是很有名的 但在我们台湾可能很比较陌生 那这里面就连接到了一个人 什么人呢 就是所谓的地下汇队的这样的一个人 因为过去的时候 里面其中有个涉案人叫采广中 这台湾人 他被捕的时候 然后发现他有一个联络窗口 那个人叫 绰号叫阿珊 那阿珊这个名字 当然是个假名这样的 但是台湾的警方 的确已经掌握到这个人的真实的身份 也目前在找这个人 因为这个是一个 就是采广中 还有包括姓蔡的祖贤 他们中间 跟香港这边的联络 中间这个窗口 它是个重要关键的一个人物 那这个人物 只要能够把它找出来的话 寻了线回去的话 你大概可以知道 那个所谓的绑金的金流的方向 跟那个可能会落到 谁的那个口袋里面去 像用这个比特币 作为一个交出赎金的 这个汇款的方式 我过去曾经只有 在电视的影集里面看过 现在很多的这些恐怖组织 那他们用比特币来汇款 重点就在于是 他像刚才瑞德提到的 因为他一进入那个系统之后 你很难 就是像我们这个过去 比如说你是 不管是换成什么样的币别 或者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的话 你总是有那个金流的线 好像会涨到 然后比特币呢 它现在是一个全球通用的 加密网络的一个虚拟的货币 从2009年1月3号 开始在这个网络上面呢 开始流窜 那它很重要的是说 它能够在全世界流通 而且呢 发行量固定 货币交易成本低 最重要的是它不受监管 那所以呢 它可以成为这个非法交易 或洗钱的管道 没错 其实比特币 如果你用最简单的观点来讲 就像是网络连线游戏的 这个虚拟的 那个保物一样 保物 对对对 然后呢 保物 我跟你在网络上面进行交易 那这个交易呢 是这个相关的这个政府机关 你是被帮我追查的 所以它为什么会用比特币 来进行一个洗钱 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个 洗钱的交付赎金的方法 那么这一次其实刑事警察局 派了两名干员到了香港 那么每天由30位的欧际成员 伙伴一起协助 锁定了香港三个地方 就这个三个地方是最可疑的 就等他一旦要出来提顶 包括相关的比特币的时候 就可以逮捕他们 不过还没有出来提顶的时候呢 因为有出了阴挫阳叉 所以呢 没有提顶的时候 这边就已经先抓人 救出人职 但是大概已经知道说 有特定的人事 因为黄玉坤 他自己本身在香港 虽然他曾经号称有 千亿台币的身价 不过经过金融海啸了以后呢 他的房地产其实缩水蛮多的 那他自己本身也因为 这个像卷入了国外的石油 投资大气案 他500万港币交保以后 来到台湾治他的腰伤嘛 那么事实上他预期不归 这500万港币也已经被 香港的法院已经没收了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告诉各位 24年前台湾大概发生 第一次的这个台湾绑架 然后在大陆等于交赎款 所以呢现在那种最新的 这种交赎款的方式是 因为有交赎款的方式 就是最好逮捕的时候 所以他为了避免警方逮捕呢 都会透过地下汇兑 比如包括这个等于说 比特币包括什么方式 那台湾有很多的 银柔档铺相关的 地下汇兑的窗口 那你只要交给他们了以后呢 你直接在哪里 在大陆要在哪里 你就可以相关的提领 人民币来什么东西了 所以这种都是一个 最新的一个作案的手法 所以警方在面临面对 包括两岸三地等等 面对新的这些 歹徒作案的时候呢 他的追踪手法跟办案技巧 也必须与日俱进 不是 刚刚讲的就是重点了 就是你用了再科技的方式去办 不管你用email 用各种方式 其实最重要 你还是要拿到钱嘛 所以就算是你透过 地下汇兑的方式 用比特币的方式 你还是要有一个取款的途径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最容易呢 可以去部署 逮到这个嫌犯的一个重点 但是也是透过这个黄玉坤的案子 好像是勾起了台湾民众的一些记忆 过去传闻中说 在香港的什么武艺探长 这个是在台湾 是真的是如此吗 他后来在香港 离开了香港之后 就一直长居台湾 在台湾终老吗 这个香港四大探长之所的旅乐呢 他来到台湾以后 先住在关渡 然后后来又搬到 这个台北市的人爱路等等居住 他平常是很低调 但是当时的台湾的 外省过的相关的帮派呢 知道他有钱 那么所以呢 曾经想尽办法 要等于说要对他 针对他呢 勒索钱财就对了 所以他后来也透过管道呢 跟这些黑道就建立了一定的交情 那其实除此之外 告诉各位就是说 其实啊 香港的还曾经在澳门的 普京这个等于说 赌场的运钞车大吉案 总共有六个歹徒呢 抢劫这个运钞车 还枪杀了其中的 这个普京的这个出纳主任 那后来也是偷渡到了台湾 那后来台湾警方呢 抓了六个人 准备 因为跟香港之间是没有所谓引渡 但是有个默契 必要的时候偷渡 我是可以把你 等于说偷偷把你赶驱逐出境就对了 那那次呢 总共把六个人 准备押返香港的时候呢 其中把一个姓朱的 叫朱子昭的人留下来 另外五个人遣返回去 为什么 因为听说朱子昭提供 很重要的线索 要给台湾的警方 所以后来呢 没把他遣返 然后还留到 后来把他送到这个绿岛去赶训 那出来了以后呢 因为在23年前 我还写过他的新闻 他从绿岛出来了以后呢 还跟台湾的珠宝大道又在一起 还被请出两把冲锋枪等等 我还写到他的新闻 可是曾几何时 他摇身一变 因为出来出狱了以后 卖珠宝卖到现在 已经是台湾的财经界的大亨了 真的吗 对没有错 还是新闻界的大亨 所以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指标 那至于当时 为什么台湾警方 明明是应该连其他五个一起遣返 然后却留下来 就成了千古之谜了 这台湾怎么可以成为 这个香港这个人呢 犯罪的逃避的天堂呢 现在两岸之间呢 有共同打击犯罪 可是跟香港之间呢 相关的合作呢 这个部分呢 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空缺 今天晚上晚上我们再来讨论 欢迎回到台湾名嘴会的现场 在这个犯罪的手法 越来越翻新 也是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其实打击犯罪 变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两岸之间呢 因为两岸呢 共同打击犯罪 其实在过去呢 有相当不错的成绩 比较知名的像是十大 台湾的十大枪击药犯 薛囚就是一个例子 对没有错 事实上台湾十大 这个专案要查记药刊的 那个里面的一个 两个嫌犯薛囚跟陈毅法 他们曾经在台湾发生了 很多的这个 所谓的重大刑案啊 抢劫强盗等等 最后还绑架了 前台中市的议长张宏年 然后呢 后来这个偷渡到大陆去了以后呢 那么后来大陆的警方把他们逮捕 那么经过了两岸的这个遣返协议以后呢 把他们送回来啊 那当时因为这十大要犯里面呢 事实上每个台湾的台湾警方悬赏的金额都是一千万 人民 新台币一千万 台币 台币一千万 那有一个传说就是说 在两边的交钱 交人的时候 顺便把这个两千万的宣赏奖金呢 也交给大陆公安 在这种情况之下 两岸三地因为语言通 所以呢又进出非常的那个平缓跟方便啊 以后这一类的打击犯罪呢 应该要更加的加强 还有就是说在高科技的部分 过去他们歹徒都会在贩毒跟走私枪械 都是运用所谓的卫星电话啊等等 那么包括现在你看网路事件里面呢 各式各样的那种通讯方式 都来了 所以两岸三地的公安也好呢 警方也好呢 欧乡啊 欧记也好 应该在这部分要更加加强的是 所谓的科技办案跟彼此的这个 等于说互相合作 现在目前两岸三地的合作状况 其实在时效性是还不错的 不过如果能够更加强在科技面的打击的话呢 我觉得对未来的这种类似的 不管在两岸三地所发生的 更和绑架也好 这个所谓的这个等于说黑道人物也好 枪击药犯也好呢 都有更长途的进步 其实像现在呢 最麻烦的一件就是诈骗集团 像很多他们的这个犯案的基地呢 机房可能就在中国大陆 然后呢策划的人可能在台湾 它这个结合起来 实际上让警方呢 防不胜反和受害的范围又很大 到底应该要怎么做呢 我们过去是不是有很好的这个合作经验 那现在要怎么突破呢 那个当然两岸之间 它要那个签署共同打击犯罪 去司法互助的这样子的协议 当然就是有特别就名列到 有关这个所谓的电信诈骗这个部分上面 是必须有没有 留言是可以遣返的 也就是说为什么 你刚才前面这解释说 为什么很多那个香港这个经济犯罪的人 跑到台湾这个地方来 对 因为经济犯罪 它只要是不涉及到所谓的工法 触犯工法例如什么 毒品 洗钱 还有包括人口贩卖 还有军火 这四项罪的话有没有 它本身来讲的话 我可以有没有不理会 所以说黄玉均 乃京刚刚讲到这个诈骗集团 对不对 过去其实台湾为了这个对付诈骗集团 通常都在厦门的大楼 为什么它可以利用金门的 那个无限大各大的基地台 所以可以联络 所以为了这个 还把这个相关电信单位呢 还把这个金门的基地台的功率 降低了一半 那结果没想到 大高一尺磨高一丈 他们竟然在厦门跟金门之间的渔船 中间的渔船 自己设一个基地台中纪 你知道吗 所以打击这种犯罪的话呢 要更加精进 当然它还甚至于利用到 所谓的第二类电信等等 还包括网路电信等等 这样的人说 作案手法呢 需要他们歹徒不断地进步 那么相关的这个打击单位呢 也要更加的精进自己的头脑 跟相关的科技产品 才能够进一步打击犯罪 这一次我们破了这个黄玉坤的这个案子 当然就是很受到瞩目了 台湾的警方在面对这些 新型的网路犯罪跟科技犯罪上面 我们现在的能力 是真的已经到达了一种 国际的水准了吗 应该讲距离国际水准 还差那么一点点 但是我们也并不差 为什么 你看这次的时候 他们本身来讲 这歹徒用那个Email 用处于跳板程式 这个跳板程式 其实在过去的时候 台湾警方就已经有掌握到 这个侦测上面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反程式的 这样东西就有了 还有我们实际上 我们有很多M化的 这样子的侦察车 这一次的话就有出动 什么叫做M化的侦察车 它就是它是属于 移动型的侦察车 然后这个侦察车的话 就是我先设定一个电话 打电话的时候 我可以到监听它的内容 指定到一个 到距离很远的地方 有没有 就可以抓到它了 那这个东西的话 就拜所的电子作战的所赐 这样 那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有些是军方释出来的 那我认为就是说 未来的话可能就是 在这个部分上面来讲 我们的确是需要 再增加很多的一些设备 还有包括一个专业的人才 那总不能说把所有的 这个资源全部集中 在行政局这个部分 其实有各地 各县市的一些 这样子的一个电信警察 的一个编制 包括它设备上面 都要再加强 因为从这次世界 可以看得出来 未来以后还会更多 为什么 因为犯罪有没有 是不断会学习 而且不断会进化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这个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我们现在很需要的是 道能够比磨更高 而这里面呢 有很多关键的一些 破案的细节和技巧 接着为您播出的是 山东林宫 今日试点